嗨,大家好,我是朱老板 上期视频发布之后,有朋友说能不能去希特勒的老家看一下 但现在希特勒他出生的房子,其实正在接受改造 要改造成什么呢?要改造成警察局 他就是怕有很多右翼分子过去朝圣 然后做一些奇怪的动作 现在的话,就是你要做动作的话 警察直接在他那个房子里面看着你 能够直接把你逮进去 因为那房子在改建之中 所以说现在也没有必要过去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奥地利现在疫情实在太厉害了 所以说我拍完那个伟大美食学院就赶快飞回德国了 但是没想到这个德国这边疫情现在也非常的失控 像上周四的这个德国每天新增了6万5千人 现在每天都是确诊数字都在5万人以上 那么德国这个疫情他为什么会失控呢? 主要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这个因为像德国的政府 他处于过渡阶段 像莫卡尔的政府 他因为莫卡尔他政党马上就不是执政党了嘛 所以说莫卡尔一直处于滑水的状态啊 就是他们是没法出台一些有效措施的 然后新的政府他们现在又在谈判这种 反正新政府还没有阻隔 所以说这个阶段相对来说政策属于空白期 那么管控各方面都会比较弱 还有一个原因的话就是 就德国和奥地利啊 他们这种疫苗的接种率 其实到今年的八九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百分之六十几了 现在还停留到百分之六十几 就是这边的接种中心九月份之后 都是因为很少有人去继续打疫苗了嘛 都陆续关闭了 就专家估计要形成群体免疫的话 那么疫苗接种率要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但是现在德国这边的接种率就到百分之六十几 就上不太去了嘛 这是因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在无论在德国还是奥地利啊 都有一个很强大的思潮 叫做横向思维运动 就这个运动 它就是来反对这个疫苗的接种和各种管制措施的 那么我今天就来跟大家深度揭秘一下 什么叫横向思维运动啊 这横向思维组织 就是它最早的出现在2020年3月份啊 当时德国它是陆续出台了一些控制疫情的措施嘛 就比如说要戴口罩呀 要lock down 就是把一些学校或者商店给关闭了嘛 那么的话这样的会造成 就确实对那个工商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然后变德国这边 他们是没有这个戴口罩习惯的 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文化冲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很多人 包括因为这个疫苗的防控措施失业的啊 或者是在家里闲着没事情干的人嘛 他会产生不满情绪 然后他们就会聚在一起嘛 后来就有人牵头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横向思维 那么横向思维是怎么思维的呢 他们首要的观点就是认为新冠病毒是不存在的 是人为虚构的 或者是他们认为新冠它就是大号流感 那么你假如问他们说 现在每天新增那么多死亡的病例 像德国每天新增还是几百万例的 那么这些人怎么回事 他们就会说这些其实是德国政府 他把那些因为交通事故死亡 因为其他疾病死亡人 那么把他们统计到因为新冠死亡的人数当中 然后德国政府会给他们这些家属 每个病例5000欧元的这个封口费 那么虚构这个新冠疫情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是为了重新构建新世界秩序 他这个就涉及到阴谋论了 就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犹太人或者是美国政府 他背后一些资本家或者是当权者 他在背后主导的一场阴谋 那么在新世界秩序的理论框架下 他们认为人历史上出现的那些战争 然后疾病 金融危机 其实背后都是有一个神秘的组织 他们都是由精英构成的 比如说要不就公集会 要不光明会了 然后他们会有自己的agenda 就是他们的一些行动纲领 然后是按照那个计划来一步执行 就包括之前的什么911等等 他们认为新冠也是他们众多计划当中的其中一环 在这些横向思维者眼中 就现在的德国政府它是个傀儡政府 背后其实都是被美国那些犹太人或者大财团给操纵的 那么他们认为WHO这些 他们喷出出新冠疫情的概念 是为了重新构建新世界秩序 他们称之为Great Reset 还有很多横向思维支持者 他们是把现在的德国政府类比为纳粹政府 他们把德国在疫情期间出台的一些防疫的法规 把这些法规视作是当时希特勒利用国会纵火案 出台的紧急授权法案 都是以着保护人民生命和利益的借口 实际上是剥夺人民的宪法权利 像之前就有一位来自卡塞尔的德国女大学生 那么他就把自己类比为就在纳粹时期 就是在地下默默地进行反纳粹宣传的 然后到处散发传单的 这个被誉为白玫瑰的德国女大学生索菲绍尔 他认为他一直在参与这种地下的抵抗工作 所以说在这些很像思维者眼中 大规模的接种这个疫苗 其实就是类似于 就当时纳粹他把犹太人放到集中营里边 然后放到毒气室里进行集中屠杀是一样的 他们认为这个疫苗打进去的其实是毒素 这个其实是来进行人口灭绝的一个手段 那么他们预估就在几个月内 川普他是会重新登上王位 然后来率军解放德国 之后他们就会重新启动这个新纽伦堡审判程序 来审判默克尔 但是现实非常讽刺 在横向思维的游行活动当中 你会看到很多那种极右的分子和新纳粹的分子 跟这个横向思维组织打的最火热的一个极右的团体 就是叫帝国公民 就这帮人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还活在这个德意志第二帝国 最后他们挥舞的旗都是德二的旗 他们觉得现在这个联邦德国政府 它就是个伪政府 他们是不承认的 所以说他们也拒绝在这里纳税 大家看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德国这边也是横向思维 他们跟这个帝国公民组织 他们搞在一起 然后是一起来攻占德国国会 这个横向思维的发起人和 这个帝国公民的所谓的国王 他们私下也经过多次这个密谋会面 就比如说去年他们在一家这个皮油馆里边 这个皮油馆它是仅仅对帝国公民开放的 就是你假如说不是帝国公民是进不去的 然后他们就在里边共不上大事 所以说接下来还真不知道他们能搞出什么幺蛾子了 那么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横向思维组织非常邪乎 确实我觉得横向思维 他们在很多地方跟邪教是有这个相似点的 所谓邪教就是 他是利用各种反社会反科学的歪理邪说 对受众进行精神控制 然后的话发起人往往是能够通过这个东西来敛财 最后对这个社会造成 客观上造成非常恶劣的伤害和影响 那么说回到横向思维 那么横向思维这个运动 它在之所以能够快速的在社交网络上传播 其实它就是利用了大量的这种歪理邪说 阴谋论的理论 就比如说他们认为这个新冠病毒 是因为建5G的激战导致的 还有他们认为这个戴口罩 奥同戴口罩的话会导致他们很快的死亡 最离谱的就是他认为 这个这一切都是比尔盖茨 在背后主导的一场阴谋 就是我们现在打的针 其实打的不是疫苗 而是打进去的是芯片 那么是比尔盖茨 它通过让大家都接受这个疫苗注射 最后都植入芯片 然后被它给监控 所以他们认为现在全球都是芯片供应危机 都是因为这些芯片都已经打到大家体内去了 这才是导致芯片供应够不上的主要原因 大家看他们游行的时候 穿的衣服还有举的牌子 上面都会印着 比如说Kear B 就杀死比尔 其实是杀死比尔盖茨 或者就是Gip Gates 就是说不要给比尔盖茨机会 还有大家看他们游行的时候 经常会戴一个用铝箔做成的帽子 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大脑是会被政府给读取 或者是被脑控的 那么他带这个东西能防止被脑控 那么你听了这些东西可能会觉得太扯了 对吧 但是对很多就学历不高的 或者是一些认知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中老年朋友来说 这迷惑性还是很强的 首先这个横向思维的发起者当中 有很多都是医生 或者是律师 之所以他们为什么这么干 后面的经济动机 我到后面在讲 但是因为他这种权威的身份的背书 就会给受众 有他们非常专业的感觉 然后在横向思维他们的话术里边 他们会dis主流媒体 并且会鄙视那些 就是相信主流媒体连报道的人 他们把这些人都称之为愚蠢的羔羊 那么那些相信横向思维的老头老太 他们就反而会得到一种智力的优越感 并且你一旦进入这个主持 被他们长期洗脑的话 那么他们是不相信 什么权威的或者主流媒体的信息来源 他们宁愿相信他们自己内部传播的那些什么小道消息 这样的话 假如说你其他人 你想跟他们沟通 其实大家沟通基础 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大家讲的都不是一个事实 就比如说他们认为这个新挂 他这个死亡率是万分之一 对吧 他认为这些数据 主流媒体公布的全部是虚构的 那你就没法跟他再聊天聊下去了 很想思维 他们的组织内部也有他们自己的刊物 有他们自己的网站 有他们自己的这种电报群 虽然他们这个Facebook 这些都是被强行关闭了 但他们有他们自己地下的这些活动的平台 那么你一般人也是进不去的 这就导致他有一个封闭性嘛 就其他人你想进入打入很难 在里边人也出不来 我看德国媒体他就采访过一个大学生嘛 就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婶生 都是陷入到这个很像是否的组织里边的 然后他自己劝反正根本是劝不动 那么因为很多观点像的争执 他最后反正也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吧 他就经常倒在他女朋友怀里哭的 最后他就跟他婶生和他爸妈就断绝了这种关系了 就平时基本上不怎么来完 但这就导致了一个平循世界的一个出现了 就在这个德国社会 就是可能有一部分人他相信这套东西 另一部分人相信那套东西 然后有些德国的记者 他也是卧底进入那个组织嘛 就轻而是听到里边一些组织成员 说就是他们认为用谎言对抗谎言是可以的 他们认为这组流媒体报道都是谎言 那么他们也可以去编造一些谎言来进行对抗 那么就好像邪教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他的信徒一定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那么长期经受这些阴谋论的这些洗脑 很多这些很想思维的信徒 他也会做出很极端的事情 就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 就在德国一个小城市一个加油站 就有一个这个很像思维的信徒吧 一个中年男子 他想进那个小超市去买啤酒 然后那个营业员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 就跟他说要戴口罩嘛 那么他后来就骂骂咧咧的出去拿口罩 后来回来的时候 他就在那个结账的地方 就掏出手枪 把那个小伙子给抱头了 就劝他戴口罩的人 这个小伙子真的很可怜 就是他其实是在那边勤工俭学的 他是想要考驾照 然后就出来打工 因为欧洲这边年轻人都是 爸妈很少给他们钱的 他们考个驾照 攒学费都得自己出来打工 后来就这么被他给这个打死了 那么邪教他往往还有个特征 就是他的发起者或者教主吧 他自己是能够赚的这个盆满 钵满的 假如我们去申巴这个横向思维和所谓的帝国公民的这些幕后的祖室 其实他们都是企业家 像帝国公民运动当中自分为国王的那个人 他自己是圈了个地方 然后在那里自己开银行 自己开一些保险公司 然后大肆敛财嘛 毕竟他都没有经过这个联邦德国的一些许可或者执照 因为他自己认为他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国王 对吧 为什么需要你联邦德国的许可 所以说后来那个所谓的国王 他是因为侵占罪 被判了好几年的 刚刚出来之后 他又跟这个横向思维的发起者搅在一起 那么横向思维的发起者 他自己原先是做IT的 也有自己的传媒公司 那么他非常绝啊 有了这个帝国公民国王的这个前车之鉴嘛 他为了躲避这些牢狱之灾 他是用了合法的方式来敛财的 大家猜猜看他怎么干的 就他在组织横向思维的活动之前 他把所有横向思维相关类目的商标都给他注册了 这意味着其他人是不能用这个商标 不能用这个横向思维的概念去组织活动的 就你要用这个横向思维的logo或者名字来 就要给他这个商标许可费啊 并且他开了线上和线下的纪念品店 那么出售带他们横向思维logo的帽子啊 卫衣啊 那还有一招就更绝了 就直接要钱啊 就是他 他就是对他们的那些支持者说嘛 你要是支持我们这个活动的话 就来捐款嘛 那么款项呢 他是让支持者直接打到他个人账户的 并且让他们在备注里面一定要写啊 说这个是赠款而不是捐款 因为按照德国法律的话 捐款的话 他是要制作这个账单的 然后要经过这个税务的审计 包括他怎么开支啊 都要列明白的 但是赠款的话 他相当于是个人之间的一些赠送嘛 在德国法律规定就是2万欧以下 你是没有这种申报纳税的义务的 你也不需要进行审计 就是他完全是免税的啊 就白白他进拿的 所以说横向思维发起者 他在要求大家捐款的时候 都会特别强调啊 说指定他的那个账户 并且大家一定要填写 这个是赠款啊 金额也不得大于2万欧 因为超过的话 他就要去税务申报了 通过这个手段 他至少是入金了这么上百万欧元的 那么刚刚讲的横向思维发起者团队里边 还有很多医生和律师啊 他们怎么挣钱呢 就医生的话 大家知道横向思维里边 很多人他是不想戴口罩 或者是不想接种疫苗的 那么他在德国的 就需要有个医疗证明 来证明你 比如说你有原先一些金属疾病啊 你不能去戴口罩或者接疫苗 然后他们的话 就会找这个横向思维的医生 去开这个证明 当然肯定是背后要付一笔钱的了 然后律师的话 那就更觉得律师他会忽悠这些人 说我要代理你们的案子 然后我们要起诉美国政府 然后要起诉这个WHO 那么来向他们索赔了 来填补你们在这个新冠期间 因为失业等等遭受的损失 那么这个律师的费 我肯定收的非常厚道 我每个case 我只收这个800欧元 算账税的话是将近1000欧元 到去年底的时候 经过德国媒体这个统计 就横向思维这个律师 他开出的账单就有超过1500多份了 那大家算一算 就是上百万欧元的这个收入了 并且大家知道律师 他挣钱其实是很好挣的 因为他不是不保证顺速的 他只要提供 向你提供这个代理咨询服务就可以了 这个钱是稳赚的 其实能相信 这个横向思维这套理论的人 他其实都是经过一波筛选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智商筛选 那么筛进来这些人 他是非常容易从他们手上挣到钱的 那么最后再讲讲这个社会危害性 大家也看到了 现在德国每天新冠确诊新增五六万 这背后其实是有详细的这个数据统计的 就是柏林红包大学 他做过一个研究 说红将思维 他在去年柏林和莱比锡 搞了两场游行 但那两场就导致至少两万人 感染这个新冠 那么他们在互相传播 这帮人他又是完全是不注意防疫 最后的后果就是很可怕的 最后就是导致现在 每天几百人 因为他们这个组织付出生命 刚聊了那么多 那最后我再讲讲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一个好的社会 他应该是能够包容不同的想法 包括尊重 人的不同的选择 因为这本来他就是 一种风险风散的一个行为 但是假如有些人 他高举这些反制主义的旗帜 然后来迷惑一些社会当中 相对来说弱势的群体 借知大势敛财 这个是真的非常不厚道的 是应该要坚决的进行 抨击和抵制的 好那我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德国的疫情能够慢慢得到控制 这样我就能经常带大家出去 再去逛一逛了 要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点下关注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